这是我们的小田园专列 E-Romance Car 慢慢进站了 然后我们一会就要坐这个 这个车还是很漂亮的 这是观光列车 所以它的那个玻璃全部都是打开的 这是这个车站 就是叫E-Romance Car 是浪漫特快车 然后我们今天要坐这个到香根去 然后我们今天坐的这个就是叫GSE 所以一大早我们到这来挡车来了 这个车站的这个博尔的上面 已经显示出来了 我们要去这个香根汤本7点37 我们在车站里都找不到垃圾桶 然后现在发现他们那个 是专门有服务员在门口收垃圾 这一点跟我们中国还有美国都不一样 我们的列车现在已经出发了 这是我们在车尾 特意定了一个车尾的座位 这样可以从窗户那看到风景 香根 我们来了 现在离开东京 然后到从香根再去京都 所以东京展示再见了 这是沿途的景色 日本那个郊外东京外的景色 这边还有一个大桥 这边还有一个大桥 桥大河 挺漂亮的 就是到了它的其中一个小站 谢谢您的乘客 谢谢您的乘客 您的乘客 您看这些日本人很熟悉 很熟悉 他们都快乐队在这儿等车 这边是到了日本的乡下 这是他们的田园风光 我们沿途都可以看到他们的田园风光 看起来跟咱们中国农村还是有一些相像的地方 这个是到了它的山野 所以我们沿途看到两边的山都还盖满了植物 这些植物还是像秋天的那种树叶也都没有落 像深处的这种森丝还是挺美的 终于看到了富士山 远远的看见那个白色的山灯 富士山我们来咯 我们即将到达小田园站 然后我们从小田园还要转去乡根 去乡根的车 等到了乡根 我们就可以从它的湖面观观察拍摄富士山 哇看看这个富士山好美哦 远远的看见那白色的一个山顶 这是日本的象征啊 然后这趟豪华列车上好像客人也不是很多 很多车厢都是空着的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乡根站了 我们现在要去转到它的那个local的车 所以现在我们往那边走去看看在哪里 这就是我们刚刚坐过的Roman's car 红色的还挺漂亮的 红色的还挺漂亮的 这是我们要转的车 这是它的local的火车 好现在我们上去 这个列车的时刻真准 那辆车是22分到 然后这辆车25分开 我们那个车一到就看到了 这辆车就开过来了 然后现在准时25分就开车了 现在我们坐他们的local的列车 穿过成轮蝶杖的秘铃 重山峻铃 然后还穿过很多山洞 然后现在我们要到 它一个就是open的一个 艺术博物馆去参观 我们那个列车沿途 看到的就是三方一里的香根景色 然后接下来我们要到的就是 这个叫雕刻的森美术馆去参观 这里面有一个皮卡索的 它的蓝色时期的 The Blue Period 和Beyond的特展 很激动 这个local的列车速度非常的慢 然后这个列车也是穿山过岭的 也会穿很多的山洞 就感觉到好像是一个观光列车一样的 非常容易 看一下这个称务室 到了其中的一个小站 然后这个小站它非常的小 就是一个很旧的一个建筑 然后这个站台也是很小 但是看起来还是设施还是蛮完美的 然后有一些游客在等车 他们这个站台上还有好多这种小碰花啊这样子 列车前面好像就到头了 那接下来怎么走看一下很奇怪啊 难道是要掉头了 然后现在列车很奇怪 它又倒过来开了 从这边又慢慢驶出这个车厢 这个车也不长 总共只有四间车厢 这个车又倒过来开了 这个车又进山洞了 这个车又进山洞了 这个车在山洞里面 隧道里面 走位站 现在马上要出山洞了 在山洞里面 我们现在主观地里面 然后再冒 Ε石头 这些车又进山洞里面